教宗方济各8月15日圣母升天节 在弥撒结束后为埃及的和平发出呼吁 他说不幸的是从埃及传来了悲痛的消息 我一定为所有遇难者及其家属 为受伤者和受苦的人祈祷 让我们一同祈求和平 对话与修和降临这片可爱的土地和整个世界 让我们一同祈求说 玛利亚和平之后为我等起